各位小朋友好 之前四個星期我們跳完舞了 今個星期我們做些靜態一點的活動 我們一起聽一場音樂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才我們看到的古年樂團 他們的座位表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把他們的座位表分為四份 這一部份是弦樂 這一部份是木管樂 這一部份是銅管樂 這一部份是敲擊樂 而今個星期我們主要會說弦樂 首先我們一起看看弦樂的家族 弦樂家族裏有提琴家族和樹琴 我們一起看看提琴家族裏有什麼成員 提琴家族裏最高音的是小提琴 之後是中提琴 大提琴 最低音的是低音大提琴 提琴可以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為琴身 第二部份是指板 第三部份是琴頭 琴身方面我們有音箱 琴碼 音孔 音柱 音柱 這四個部份都是幫助提琴的產生共鳴 還有是炎板 眉條 還有筛托 在指板方面我們在指板上面可以找到炎線 炎線多數都是由鋼或合成纖維所造成的 在琴頭方面我們有旋手 炎軸箱 和炎軸 炎軸箱和炎軸的作用就是調節音準 我們還有一支弓 這支弓是由馬尾毛所造成的 提琴的聲音會根據它的大小 製作的材料 和厚度 會令到它的音色會有所不同 而它的演奏方法包括有拉弦和闊弦兩種 首先我們一起看看小提琴 我們一起聆聽一下小提琴的琴聲 小提琴是看高音譜號 而它的弦線排列由低至高分別是G、D、A和E 四條弦線大家各相差五度 而它的音域是由G3到A7 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中提琴 首先我們一起聆聽一下中提琴的聲音 中提琴比小提琴大一點點 而它所看的譜號是中音譜號 當你看到一些比較高音的時候 就會轉用高音譜號 而它的現線排列由低至高分別是C、G、D和A 和小提琴一樣 每條線大家相差五度 而中提琴的音域是由C3到A6 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大提琴 首先我們又來聆聽一下大提琴的聲音 大提琴是看低音譜號 而根據由低至高的現線排列 是C、G、D和A 每條線大家亦相差五度 而大提琴的音域是由C2到A5 咦?這個感屬後面是誰? 沒錯就是許Sir 許Sir負責拉大提琴 我們都看到拉大提琴的時候 我們需要全部在椅子上拉 而大提琴和小提琴和中提琴有少少不同 因為小提琴和中提琴都放在肩膀上演奏 所以它們會有一個篩托 而我們在演奏大提琴的時候 就不會將它放在頸上 所以我們需要一條尾串 去幫我們把大提琴放在地上 最後我們一起看看最低音的低音大提琴 我們一起聆聽低音大提琴的聲音 低音大提琴是看低音譜號 而它的弦線根據由低至高是E、A、D、G的排列 而它的弦線排列和剛才的三款提琴有少少不同 它的弦線排列每一條中間是相差四度 而低音大提琴的音域是由E1到G4 我們大家都看到低音大提琴非常之高 當我們演奏低音大提琴的時候 然後我們需要站在這裡演奏 我們剛剛認識完提琴家族的成員了 我們一齊來聽下弦樂四重奏是怎樣的 音樂四重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一个弦乐家族的成员 就是树琴 树琴是由三角形框架 弦线 共鸣箱 和搭板所组成的乐器 而他的演奏方法是 撥弦 而我们会用脚踏 去帮我们改变弦线的吊声 树琴是看低音普号 和高音普号 他有47条弦线 而他的音域是由C2到G4 各位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课堂就到这里 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课堂的一开始 说了我们可以将一个管弦乐团 分为四部分 下个星期 我们将会说木管乐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